视频中的战斗场面发生在1988年的南沙群岛 当时越南军队来南沙挑事 结果仅仅49分钟便被解放军打得丢盔气甲 那当时我国解放军是如何捍卫祖国领土的呢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而我国80%的石油进口和60%的商品出口都需要经过南沙 且南海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资源 所以一直以来都遭人觊觎 这其中有以越南为甚 早在1956年南越就开始入侵我国南沙了 1976年越南更是直接将南沙划入了地图 从此之后中越双方在南沙冲突不断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洋委员年会召开 通过了全球平面联策计划 计划在全世界建立海洋观测站 并统一编号各国独立测量数据全球共享 中国街道委托建立七个观测站 其中有一个就是位于南沙群岛 也就是74号观测点 这一决定在会议上越南是投了赞成票的 确定计划之后 中国经过勘查 选择了永蜀礁作为观测站的建立点 并且在1988年开工建设 这个时候越南对自己之前投下的赞成票返回了 表示要反对中国建设74号观测点 并且开始了武装干预 越南东部有一个军事港口 叫做金兰湾 距离南沙群岛只有400公里 这个港口当时租给了苏联 而中国海军航空兵距离永蜀礁最近的机场有900公里 但是当时中国空军作战半径最大的战斗机也只能飞越800公里 在这场战斗中没有用武之地 于是越南飘了 他觉得中国在空军无法下场的情况下 必然不是越南对手 开始搞事情 越南先是派遣了舰艇 对我方观测点建设进行骚扰 并且暗戳戳想要找机会 直接抢下永蜀礁 但是却因为我方在永蜀礁不止严密 越南一直找不到机会 之后越南决定采用迂回战术 将目标放在了永蜀礁附近的岛礁上 形势嚣张跋扈 明摆着就是冲着中国领土来的 而面对南海日益紧张的局势 中央决定向南海增兵 选中的将领是榆林基地参谋长陈伟文将军 而陈伟文将军毕业于大连舰艇学院 一生之中经历过六次战斗 其中三次都是面对的越南 包括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唯一一场海战 由海上长盛将军之称 1988年越南不安于南海现状 侵犯我国主权 我军派遣陈伟文将军为指挥 致远南沙 那陈伟文将军是如何捍卫我国领土的 1988年2月 陈伟文将军接到了中央绝密的讲话稿 上面交代了此次南海冲突 我方需要秉持的原则 并且将其总结为五步一干 不主动惹事 不首先开枪 不示弱 不吃亏 不丢面子 如果敌人占领我方岛屿 强行赶走 带着中央的指示 陈伟文将军于2月22号挥师南下 带领502编队前往南沙 与553 510编队会合 并担任此次战役的总指挥 23号 陈伟文将军的编队便抵达了南海 并且立即展开了巡逻 3月13号 陈伟文将军巡逻到了赤瓜礁海域 502舰上的战士登上赤瓜礁 进行地形勘察 正在战士们勘察的时候 雷达上发现了新的动派 似乎是有敌人向我国海域使来 三艘船向南 两艘向着赤瓜礁而去 对此 陈伟文将军立即下令停止勘察 502舰迅速起锚 进前一看 果然是越南的舰艇 满载4000吨的登陆舰和一艘运输船 见此 502舰立即上前喊话 警告对方立即远离中国领土 但是对方存心就是搞事情来的 怎么可能搭理 还是继续向着目标岛屿去了 因为中央有指示 不主动惹事 不手心开枪 所以我方此时也没有强行驱逐 而是选择了跟在后面静观起变 H2-505登陆舰目标鬼喊礁 而H2-604运输船 最终在赤瓜礁抛锚 我方发现 运输船上似乎运载了不少工兵 这摆明了 就是想要等第二天海水滴潮的时候 抢占岛礁来着 而除了鬼喊礁和赤瓜礁 还有一艘H2-605想要抢占穷礁 虽然不能开第一枪 但是陈伟文将军还是决定抢占先机 原本正在勘察的地形的战士们立即前往赤瓜礁 抢先登陆之后插上了国旗 之后 陈伟文将军当机立断 命令531和556两艘舰艇立即前来支援 而陈伟文将军的判断没有错 越南确实是准备抢占赤瓜礁 第二天早上6点 越南便开始了登交的行动 越南登陆之后 双方在赤瓜礁对峙 越南在赤瓜礁插上了越南国旗 我方则在人数上保持着优势 这是1988年的一段珍贵影像 越军机枪扫射中国手交战士 去被解放军49分钟横扫交作人 当时 虽然我方不能率先开枪 但是不代表战士们看着敌人踏上我国领土 会无动于衷 于是李楚群在对方登陆的时候 冲上前去 试图将对方拉山板的绳索砍断 这种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对方手上带了枪 此时李楚群是直接暴露在对方的枪口下的 好在对方被我方的军舰所威慑 没有敢开枪 而中央给的指示中 虽然有不开第一枪的命令 但是也有 如果对方占领岛礁 那么就将对方强行驱离的命令 于是陈伟文下令将越南人赶出去 接到命令的战士们 随即与对方展开肉搏 第一时间对准了对方的国旗 战士们打倒越南的护旗手后 并且将越南国旗拔掉 直接折成两段 而越南士兵打不过解放军 选择了开枪 早上8点47分 一名士兵朝着拔掉国旗的解放军士兵开了火 杨智亮剑撞上前伸手阻挡 一身枪响之后 杨智亮的左臂受伤 但是也就下了自己的战友 而同时 陈伟文将军也接到了对方开了第一枪的暴敌 他当机立断 立马下令还击 双方在赤瓜礁上展开了枪战 而解放军迅速占据了上风 越南剑撞不妙 HQ604下场支援 向赤瓜礁上扫射 却不知道 此时502剑早就盯着他 就等着他开火了 HQ6041开火 陈伟文将军立即下令502反击 并且下达了击沉的命令 仅仅8分钟 这艘运输舰便葬身大海 然而越南贼心不死 在赤瓜礁激战的同时 还试图占领穹礁 不过陈伟文将军早有准备 在越南舰HQ605开往穹礁的时候 便派遣556舰盯着了 陈伟文将军知道 这并不是两个孤立的战场 此时HQ605试图趁乱登陆穹礁 陈伟文将军立即下令556舰基臣HQ605 这下三艘搞事情的越南舰支 剩下一艘HQ505孤军奋战 离谱的是 这艘HQ505还是越南战争中 中国无偿支援给越南的 越南用HQ505反咬中国的时候 舰艇里的陈舍都没变过 茶杯上还写着 中国人民海军南海舰队 看着这些汉字 越南人良心都不会痛的 直接将炮口对准了解放军 这引起了在场全体解放军将士的愤怒 于是一百多发炮弹 毫不留情地向HQ505打了过去 很快 它便被淹没在了龙龙炮火声中 而502舰也是寒怒开火 一发炮弹打进了HQ505的炮位 直接就炸开了 之后 根本就不是对手的HQ505挂着白旗旧炮 不过也没跑多远 在鬼喊交戈钱了 9点55分 胜负一分 这场战斗中越南三艘舰艇被重创 甚至是直接沉没 阵亡300多人 有9人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 而我方却仅有一人手臂受伤 无人阵亡 解放军在赤瓜礁大获全胜 而此次战役结束之后 邓公签署了君字第五号令 也就是对赤瓜礁战役全体战士的嘉奖令 并且授予了陈伟文将军少将军衔 此次战役 我国展现了捍卫南海主权的坚定决心 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也让越南泄了心思 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敢在南海动手脚 74号观测战也是顺利建成 如今我国国力愈发强盛 对南沙群岛的控制力越来越强 建立了74号观测战的永蜀礁 也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功之下成长为永蜀岛 南海安全得到保障 我国也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路向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